杰克有两款绝版皮肤是可以用碎片方式兑换的 可偏偏在当时玩家们就是不换 如今回想起来很多人肠子都悔青 可惜这世间从来没有所谓的后悔药 这两款皮肤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很熟悉 一款叫剪刀手爱德华 另一款叫不速之客 两款皮肤的诞生颇具意义 2019年12月19日 第五人格与电影《剪刀手爱德华》成功进行了联动 推出了联动专属地图剪刀手的心愿 该地图是以盛兴医院为基础 而进行了联动优化 在地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中古宝装饰元素的医院 机械质感的火箭影 还有女主角精的水晶冰塑雕像 地图内还夹杂着很多电影中的艺术彩蛋 伴随着天空中不断飘落的雪花 体验感让人叹为观 作为联动的主角杰克在本次联动中 成功斩获剪刀手爱德华和不速之客两款皮肤 女主角舞女则是拿到了精 这三款皮肤在当时上架商城 且支持碎片方式兑换 说实话这三款皮肤 无论在颜值还是气质方面的设计 都无可挑剔 但不知为何在当时玩家们手中 即便拥有大量碎片 却依旧不对换 而是选择了观望 直到联动的下架 2020年1月9日的不完美的礼物联动完美结束 直到此时玩家们才意识到 他们彻底转身离开 也许真正离别的那一刻 大家才终于意识到什么叫遗憾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三款皮肤你都拥有了吗